青蛙王子 国王有好几个女儿 我们要讲的是她小女儿的故事 小公主长得很美 总喜欢一个人待着 她没有小伙伴 平时也不跟姐姐们凑在一起说笑 在黎王宫不远的大森林里 有一口深水潭 炎炎夏日 小公主又一个人到清凉的水潭边玩耍 小公主不亦乐乎地玩着抛球游戏 她把闪闪发亮的金球抛向空中 再用手接住 金球又被高高抛起 还发出清脆的叮铃声 小公主伸手去接 哎呀 金球落到地上 咕噜噜地滚进水潭里 很快就没影儿了 水潭那么深 她没法把心爱的金球捡回来 小公主一着急 忍不住 放声大哭 美丽的公主 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吗 这是谁在说话 小公主抬起头 发现一只青蛙从水中探出尖尖的脑袋 用圆鼓鼓的眼睛望着她 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了 你可以帮我捡吗 小公主说 没问题 不过你拿什么回报我呀 青蛙问 我的衣服 珍珠宝石 甚至我头上戴的金冠 都能送你 小公主又说 青蛙说出她的愿望 我只要你把我当好朋友 让我用你的金盘子吃饭 用你的吸杯子喝茶 晚上还要让我睡在你的小床上 好吧 小公主嘴上答应 心里却想 我才不跟青蛙做朋友呢 青蛙得到小公主的承诺 高兴地扑通一下潜入水潭 不大一会儿 她从水边浮上来 把嘴里闲着的金球 吐在草地上 哇 哇 捡到了 小公主心满意足地抱起金球 转身往王宫的方向跑去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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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我呀 青蛙在身后拼命叫喊 可她像没听见一样 一流烟跑不见了 小公主回家不久 就把青蛙的事刨在脑后了 第二天 国王和小公主坐在餐桌旁吃饭 啪哒 啪哒 小公主耳边忽然传来奇怪的声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沿着台阶往上跳 一路跳到了门口 紧接着 门被敲响 还伴随着一声呼唤 公主 你的好朋友来了 快开门 小公主听了 便提着裙子走过去开门 哦 竟然是那只青蛙 它正满面愉快地蹲在门前 小公主一瞧 吓得立马把门关上 小公主回到座位 身子还在不住地发抖 孩子 你在害怕什么 是谁在门外 国王关切地问她 是一只青蛙爸爸 小公主回答 昨天我的金球掉到水潭里 青蛙替我去捡球 它还请求和我做朋友 我就答应了 可谁想到 青蛙居然会到这儿来找我呢 这会儿 青蛙又在外边敲起门来 扯着嗓子呼喊 亲爱的公主 请你好心点 把门开一开 难道你忘了对我的承诺 国王说 让青蛙进来吧 孩子 你必须信守诺言 小公主只好去把门打开 青蛙蹦蹦跳跳进了门 一步一步 一步紧跟在她的大裙摆后面 小公主刚坐下 青蛙就冲她大声嚷嚷 把我抱到你身旁呀 小公主不敢抱她 但是国王命令她抱 青蛙被放在高高的椅子上 还是够不着 还是够不着餐桌 于是她又跳上了桌子 我饿了 要用你的金盘子吃饭 青蛙叫小公主 把她的金盘子推过来 我们一起吃啊 青蛙开始埋头大吃 小公主却碰也不想碰一下 那只盘子 我渴了 要用你的锡杯子喝茶 青蛙又恨小公主 递来她的茶杯 真好喝呀 青蛙咕噜噜饮下茶水 而小公主看也不愿 看一眼那只杯子 青蛙吃饱喝足后 又打了个哈欠 我有点困了 公主 请把我抱到你温暖的小床上 睡觉吧 小公主的床 小公主的床整洁漂亮 怎么可能让青蛙在上面睡觉 她终于忍受不了 哭叫起来 不 你这只又丑又脏的青蛙 见小公主这个样子 国王生气了 在遇到困难时 无论帮助我们的是谁 我们都不应该轻视 无奈之下 小公主只得用两根手指 夹起青蛙 向楼上走去 一进房间 小公主就把青蛙 丢到最远的一个角落里 然后自己上床躺好 青蛙跳到床边说 在墙角不舒服 我也要睡床上 不然我告诉你父亲 小公主顿时火冒三丈 讨厌鬼 真烦人 她一把抓起青蛙 使劲朝墙上摔去 青蛙惨叫着 从墙壁上滑落 倒在了地上 她浑身痛苦极了 眼里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 小公主慌了神 她不是有意伤害青蛙的 青蛙好意帮助我 还打老眼来看望我 她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小公主越想越惭愧 连忙来到青蛙身边 弯腰道歉 小青蛙 你还好吗 对不起 我不该这么做 青蛙爬起身来 也不忍心责怪她 公主 公主 没关系 我们是好朋友 不是吗 是的 小公主被青蛙的友好 善良打动了 为了表示真诚 她做出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举动 小公主伸出手 轻轻捧起青蛙 亲吻了她的头顶 青蛙一晃身子 瞬间变成了一位衣着精美 头戴皇冠的王子 彬彬有礼地站在小公主面前 原来是一个狠毒的巫婆 对王子施了魔法 将她变成了深水潭里的青蛙 只有有人愿意亲近她 真心和她成为朋友 王子才会获得解救 公主 谢谢你救了我 王子露出感激的笑容 小公主又惊又喜 他们手拉手 跳起了欢乐的舞蹈 小公主帮王子解除了魔法 从此也拥有了一位真挚的伙伴 故事就要圆满结束了 最后 王子的仆人驾着马车来接她 王子邀请小公主上车 在灿烂的阳光中 一同前往她的王国 我